主力是洗盘还是出货 原来主力是通过这两种方法 作为洗盘和出货的重要研判 学会此方法真正做到低买高卖 大家好,我是Terry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专题课程 怎么判断主力是洗盘还是出货呢 今天我把均线战法和OBV战法 两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长期来收听我的内容 在课程开始之前 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再观看 本视频仅供参考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那我们课程正式开始 今天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 主力的洗盘或出货的问题 所以今天给大家来谈的是主力的两个战法 这两个战法是主力在操盘的过程当中 作为它重要研判洗盘和出货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类型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今天我们讲的是均线战法和OBV战法 两招识别主力洗盘和出货 主力的洗盘出货是市场中非常常见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类型 这两个类型直接决定了你在什么样的位置进行相关的买卖 而这两个战法从某些程度上极大的揭示了主力在操盘的过程中 它的一种心理诉求 以及在某一些方面主力正式的操盘手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均线战法 主力洗盘出货的均线战法 均线是主力必看的一个技术指标 如果搞清楚了主力洗盘 那么就不会被洗出局 就会获得更高的利润 如果主力在高位出货的同时 你也可以顺利的出局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将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那怎样才能研判呢 通过均线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均线的短期均线 洗盘的时候短期的均线它是粘合的 一开始呢这是底部的建仓 底部的建仓然后进行拉升 再次进行洗盘 在洗盘的同时短期均线是粘合的 洗盘的另一个特点是下方的成交量 它是缩量的 成交量不大 而当股价再一次拉升 出现一个洗盘行为 那在这种位置很多人就被洗掉了 那你卖完之后 后面的这一波大的拉升 股价的大幅上涨就跟你无缘了 那怎么去避免过早的卖掉股票呢 这需要你对洗盘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在图中看到的这个位置 股价下跌的时候 我们看这条白色的线是20日均线 那20日均线它是向上的 那么下面的这个成交量呢 它是缩量 成交量在逐渐的缩小 所以洗盘往往是缩量 而出货往往是放量 说明这个回调 这种下跌 它只是一个洗盘而已 一旦在这个位置 股价开始再一次上涨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再一次加仓买进 这个是洗盘 那么出货呢 正好相反 出货的形态 往往首先是短期均线 会出现一个空头排列 空头排列 如果大家不懂的什么叫做多头排列 空头排列 可以WhatsApp到 加65-964-69682 联系老师助理来解决 那同时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20天的均线 这条白色的线 它也出现了走平或者是向下 在高位区间的这个位置 出现了均线的走平 乃至下跌 那同时成交量是放大的 就告诉我们阻力在出货 那出完货以后 股价就出现了连续的下跌 这是非常经典的均线战法 那根据均线的排列 和20天均线重要的支撑 以及量能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知道 阻力的洗盘和出货 除了这个战法 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讲解的是 第二个战法 是主力洗盘出货的OBV战法 那OBV呢 它是一个技术指标 英文名字就是Unbalanced Volume 它的华文名字叫做能量槽 能量槽 大家看这个是OBV指标 红色的就是代表OBV 那么这个黄色的是OBV的平均线 这个指标呢 又成为平衡交易量 它是将成交量数量化 制成趋势线 配合股价趋势线 从价格的变动 以及成交量的增减关系 来推测市场的气氛 那怎么进行研判呢 简单的来说 OBV它有三个类型供我们参考 第一个就是像这样的 前面一副拉伸 然后回调 然后再拉起来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典型的 回调洗盘的行为 那洗完股价再一次拉升 那怎么判断这就是洗盘呢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非常重要的 大家看股价 股价的低点低点一次降低 但是下方的OBV却在上升 这就形成了非常经典的底背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逢低吸筹 在低的位置 低的价格 吸取更多的筹码 从而推高股价把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一种出货的状态 那首先你看到的是股价连续上涨 连续创新高 请看这个位置 这边呢是一个高点 然后这边是一个最高点 我们看到高点 高点是一次抬高的 但是下方的OBV能量槽 它的高点和高点却是走平 甚至是下跌降低的 这在高位就形成非常经典的顶背离 那么这种形态一旦形成 股价走弱出现了砸盘 出现了砸盘 可能会有一个小幅反弹 后期继续下跌 这就是非常经典的反弹出货 在高位的这个区间 主力要完成出货 那通过今天我们讲的OBV指标 就可以清晰的知道 股价在顶部的出货区高位卖掉 来锁定我们自己的利润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上涨非常快的个股 这个是特斯拉在第一阶段的上涨 这种个股呢 上涨的力度非常的快 急速拉升 在高位形成一种出货 如果你长期在学习技术分析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上涨线 特别长 但是能量在减少的一个蜡烛 这根蜡烛创出了高位之后 股价就开始出现了下跌 怎么去研判呢 股价在上涨的同时 下方的OBV也跟着上涨 但是OBV值和均线拉开的距离过大 这就说明在顶部这个区间 形成了一个阻力出货的状态 这种形态就叫做拉高之后的出货 而这种出货的形态 也在高位锁定相应的利润 我们在高位去出货 把利润锁定 那之后股价开始出现砸盘 下跌 稍微反弹再次下跌 所以通过OBV战法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在高位 把出货的形态看得更清楚 在低位进行吸筹 可以更好的低价买入 把洗盘和出货真正的区分开来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了两套战法 这两套战法呢 分别解决了我们洗盘和出货的问题 先给大家分析了均线的战法 然后给大家讲到了OBV战法 这两个战法是主力在进行超盘的过程中 惯用的两种手法也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很多人对这两种战法的理解非常浅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均线的战法 关注订阅转发分享点赞和留言 更多操盘干货等你来掌握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